各位網友,大家好 歡迎大家又來到我們《芒向編輯部》的YouTube Channel 頻道 錄的時間是2021年5月11日 首先是社長雷文旺 大家好 澳洲真BC 你好,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還有我家產生的,大家好 大家喜歡我們的節目 除了來到大台《芒向編輯部》 還可以到二台正向部和三台沙冷器那裏 點贊、分享和訂閱 將一個齊抗疫聘經濟反攬炒的訊息傳揚出去 好了,今節我們又講一講萬虎莫敵的印度 截止到昨天晚上5月10號8點 全球累積19病毒的案例 已經達到1億5千800萬左右 累積走了人都看得心酸 就是329萬左右 那麼印度呢? 這是根據官方的數據 單日是36萬6 走了的人是3754例 不過 不過 這個是新數字 前日的時候是多少? 是一個很恐怖的數字 前日前日也是破了4千 是4,092人走了 這個數字 也引起了很多西媒 當然印度媒體 也會對這個數字很害怕 因為4千人 4千人 現在是有所回落 但是有人說 因為我手上的數字是未完全統計的 所以 可能4千數字會再出現 這個數字是恐怖的 因為 已經是 過了 單日 走了人數的紀錄 那麼莫迪做什麼呢? 莫迪就出大招了 你知道嗎? 莫迪說不用怕 莫迪在大廷 不是 是 其實 莫迪就宣佈了一件事 現在 我們會以合同認識 招聘 在2017年 到2021年 退役的 郡議 回來我們 回來我們的大家庭 幫助抗疫 合同 就是11個月 其實這個消息 之前也有放過風的 當時印度的國防部 就說 會採取多種措施來抗疫 軍方 在國家的醫院 也部署了額外的醫療專員 和醫護人員 而且 有人 已經接受了 印度 武裝部 醫務處 短期的培訓 還有有些短工 一些短期合約的 護工 已經延長到今年 2021年 12月31日 相關的 醫生 你記住 全印度 增加了238名 夠不夠呢 其實夠不夠數 老實話 我不是查他台 是做得好的 醫場博士都不行 哈哈哈 你說得對 所以其實 他願意做也好過不做 這也是事實 退役 軍醫大概招聘多少呢 就會新招聘400名 現在莫迪說 我們會繼續繼續 找一些現役的 軍醫上前線 前線當然不是打仗前線 去醫院 大家知道 現在 老實說 有些醫生不願意 我們之前有一支節目都說過 現醫院裏面的醫護 都走光了 走光了 為什麼 因為真的沒辦法 人太多了 醫不可以 現在 印度媒體說 在重金之下 大家知道重金之下 必有勇夫 這400名 Extra 症額外的醫生 會不會 做一些 大事出來呢 我們拭目以待 之前軍方也表示過 會再招募 其他地方的醫務人員 甚至 有些退休多年的人士都會被招募 當時莫迪 亦叫國防部的參謀長 比平 跟印度媒體說 莫迪已經 向軍方 宣佈一定會向他們照顧 這些醫護人員很快就會透震前線工作 分別派的地方就是 居民附近的醫療中心 亦會開通更多的廣眾醫線 但是我們之前也說過的工作現線 很不幸地 是沒有人聽的 另外 現在正在服役的 印度軍方所有的司令部 軍團 以及 空軍總部的所有醫生 麻煩你 放下手頭的工作 就是要派往各家醫院工作 而且 亦可能會找一些 退休的 其他科的護理人員 去幫助醫生 這就是他的大招 但是看上去 我當你 他剛才說400人 醫護又招多238人 但是對於印度現在的疫情 我當你700人 行不行 好像 我覺得不是很舊 當然他走第一步也好 好過我們經常笑他萬夫莫敵 就是一個字 是嗎 大家知道 其實 國際權威的這條雜誌 就是這個紐葉刀 其實也有篇文是 發脾他的 印度浪費了早期 可以控制疫情的最佳時期 是嗎 是嗎 另外有一個預測 亦是 比較 恐怖的 等下再說一說 其實大家都看到萬夫莫敵 好像執情能力比較差 所以各個地方 幫 是自己搞的 直到目前為止 其實印度的中央政府 我覺得 還是沒有採取全面封鎖的措施 去控制疫情 不過 各個幫 和大城市 不理你了 自己封自己 印度全國已經有超過一半的地方政府 自行封城 另外一些是部份封城 就好像印度首都新德里 其實 是4月19日開始 全面封城 之後 亦在4月25日 和5月1日 宣佈了延長封城 新德里的首席部長 凱里傑瓦 其實9日 9日也宣佈了 將會封城 一再延遲到 因為他第 三次延遲 其實就是 就是到5月17日 這個 太短了 好過沒有 我當時都說 你封6日怎有用 4月19日到5月17日 其實都是4週 其實我覺得都是不夠的 老老實實說 我覺得 封城 是6到8週是基本數 對不起 這是我的 想法 不過可能萬虎勒莫迪覺得不行 其實新德里 也是第3次延長封城 印度 疫情高發的地區 北部 和西部 其實 依然爆得很厲害 但是 本來很好地的南部 近期 也是迅速蔓延 毒株 就好像 泰米爾納德邦 其實 之前 已經 就是 最新的 數據 就是 2.6萬例 那麼 他又很厲害 這個幫政府 即時宣佈封城 這個不是萬虎 那有錢 居置鑑 那就是 得利不就麻煩 新得利不就麻煩 印度第3大城市 我們經常說的 叫做印度的植谷 或者是歸谷 Anyway不要緊 就是 班加羅爾 現在 已經超過30萬例 也是全國最多 當地的陽性結果比例是多少呢 是超過30% 即是三成人是中了19 以及 當然 這個數 也是遠遠被低估的 西方 媒體就覺得 起碼一半 截止到 昨日為止 喜馬加爾邦 馬哈拉斯德拉邦 以及 奧里薩邦 比哈爾邦 以及首都 辛德里 等10個邦和地區 已經宣佈了宵禁的邦 很多醫療專家 和反對黨的領袖 以及一位 印度 最高法院的法官 都賦予 中央政府 應該全面封城 但是 印度的中央政府 當然 現在 都是 不得你自己搞的 都沒有相關的措施 其實印度醫學會 也發了聲明 他就要求政府 快快脆脆 要有一個良好的規劃 以及預先宣佈全面封城 而不是由各個省 每次 只做零星的封城 因為是沒有用的 印度醫學會說的 你的防疫 如果 封到死一死 今天就到A省 封三天 那麼 B省又不封 A省解禁了 B省有封 其實 都是很容易 那些人走來走去 也容易感染 但是他不願意 免得被人說 我相信 莫迪都是一個縮骨的人 十分縮骨 超縮骨的人 他都不願意 為什麼要這樣做 可能他會這樣想 而且 而且分分鐘那個省那裏 是他的政敵的話 他更加 我為什麼要揹這隻 對呀 應該他看著說 怎樣呀 我政敵的省 大麻煩 那我可能 以後選舉 我執政了 對呀 就好像 巴西那個貝爾索納羅 這個人 他看到 我的政敵喜歡用科興 他就去查科興台 雖然 他也是尖著說要用科興 這些人不是以民生為己任 是以政治利益來做的 搞極端的 這個人永遠都是這樣的 人間都有情 就好像中國那樣 為了幫助印度 開展抗疫工作 其實中國紅十字會 通過了 紅十字會與 紅辛粵會國際聯合會 就向印度紅十字會 捐了100萬美金作為援助 根據新華社的報導 按照中國紅十字會 援外工作的部署 這筆現金 就會 通過 中國紅十字會基金 捐贈出去 中國紅十字會基金有關的負責人就說 除了現金援助之外 首批援助 印度的物資 其實已經在5月9日上午 由成都 運往印度的斑加羅兒 而剛才說的斑加羅兒就是最嚴重的地方之一 這批物資有什麽呢?就是100台呼吸機 還有 100台滯氧機 20台無創呼吸機 以及20台有創呼吸機 當然現在已經安全抵達了 中國駐印度大使孫偉東先生也在推特上證實了這件事 孫偉東還說世界上 沒有任何一件事 比人的生命更加珍貴 生存權和發展權 就是最重要的基本人權 我經常說 你連命都沒有 你跟我說 那些 選什麽選物 另外我們有件事就是 你經常說民主自由 你這幫黑暴友 連人的生存權也有機會剝奪 剝奪的 黑暴友根本不知道什麽民主自由 是 其實孫偉東先生繼續說 中國鴻壽慈會的行動 是閃耀著 人道主義精神 亦都彰獻了奉獻 和保護人類生命的宗旨 很不幸地 我們亦都聽到一些 不好的預測 大家知道面對 突然期內的第二波疫情 印度很多幫 剛才都說過 都實施了嚴格的封鎖 所以現在亦是一件好東西看到的 就是公眾活動 和戲院餐廳 酒吧 還有靠物中心 都是受限制的 但是 印度醫學會 星期日的時候也發了一份聲明 令人心寒 因為星期日的時候 他們就說了 印度 是有了單日最高的 死亡率 人數 達 4187人 老頭社就引用了 一份美國的醫學報告 到8月份的時候 印度 就有超過100萬人 因為19月要離開 而且更加嚴重的就是 在印度正在傳播的 是一種新的變異體 當然 更具有傳染性 亦可能會逃避 疫苗抗體中的功德 即是打了疫苗 也不一定有效 印度 其實 從這個月 開始已經向所有成年人開放疫苗接種 希望可以揭制 19感染的人數 在4月初 其實 印度 每日平均都有350萬針 注射 亦創了歷史新高 但是由於 複存有限 所以導致接種 迅速防慢 複存有限 為什麼呢 要問問西方國家 提供的材料 資源 是不足夠的 所以其實 萬夫莫迪 有很大責任 但是 西方是不是沒有責任 所以呢 現在都是 這樣看 都是 我只是覺得 莫迪現在都是做了一件好事的 派一些退休的 軍醫 回到崗位 之後再培訓一些人士 做一些緊急的事情 是吧 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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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可以 壓制到這個 19感染的律 因為看到每一天 看到他們每一天都是 豪哭的 大家都是於心不忍的 是吧 好 今次節目時間到這裡 多謝大家 拜拜 拜拜 拜拜